一般來說亞洲人的選擇大概是半筋半肉最多 筋膜下要看條件 通常來說需要皮膚的厚度或是皮下脂肪的厚度在2公分以上 放置起來的邊緣感比較不明顯 肌肉下通常是重建的手術使用的比較多 因為做完乳腺切除皮下脂肪已經比較少 所以如果沒有肌肉覆蓋的話 一乳的形態會很明顯 這兩則綜合可以有上半圓的肌肉覆蓋 下半圓自然的垂墜在筋膜下面 這是所謂的半筋半肉 半筋半肉的話 它的確相對於筋膜下熔乳 它會距離比較遠 因為我們的胸骨的寬度會決定 自放以後兩邊胸部靠近的程度 那如果希望靠近一點 可以選脯質的方式來改善 這樣也可以讓胸部中間比較薄 呈現肌乳垢的情形 但是的確 雙重皮面有一個比較大的缺點 因為它是不得已選擇用胸大肌去覆蓋在我們的液乳上面 所以當我們如果是運動比較多 做動作的時候 它活動會就略略往外面移動一點點 這是它的特性 基本上來說 我們的乳房本來就是在筋膜之上 那所以你筋膜下是比較靠近原始乳房的位置 所以它的自然感當然是比較好的 或者甚至它的集中度也比較好 但是同時來說的話就是 如果胸部放得比較大 那你就放在筋膜下 兩邊的零戒子做得比較靠近的時候 它就會有貼在一起的風險 甚至會通在一起 這是所謂的連通男 因為正常的女性胸部也不會靠在一起 她一定是穿內衣集中才會靠在一起 有的人胸骨是內凹的 那它就可能沒有穿的時候就會靠在一起 但是如果正常的扁身 它應該是平靜 那如果有點原身 它甚至會有點像放射狀的外擴 應該說方向斜向外 它其實並不是外擴 皮膚非常緊非常薄 要放那麼大 長期來說皮膚的支撐力可能會受到影響 所以如果說是要放的比較大 那通常來說半斤半肉 因為肌肉有一點點下緣的支撐 所以它長期的下垂的程度 會稍微比較小一點點 但是還是需要看材質的附著性 舉例來說 如果你選擇是奈米龍毛 因為它的附著比較小 那它形成的角膜比較薄 所以它的附著力會比較差一點點 那也許下滑的機率就會高一點點 如果選擇比較大的話 那水滴型或是圓形龍毛麵 變它的毛比較粗 它的這個附著的情形就會變得比較好 所以下垂的程度會稍微比較小一點點